弟子规当中物见约 以佛法来说有没有更深的意思 意思很深 那么诸位听过 我们在一起学习的 贤熟过世的还原观 这一条是属于哪一类的呢 四得里面的第二类 第二条 四得第一个是 随云妙幼 第二个是 威以有责 这说于这条 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要做好榜样 给一般众生客 意思在此地 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 隐行举止 行住作物 都有规矩 为什么 他不是为自己 他是为给众生做一好样子 教化众生 神教啊 我们自己的细节都很随便 怎么能让众生受规矩 如何能帮助他 破弥开悟 如何能帮助他 利苦得落 这个用意就很深了 点点滴滴 不犯规矩 不要认为这是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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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